大家好,歡迎來到出遊講,玩出遊的時間 我是剛剛發完夢的Ever 我是還未發完夢的Happy 今天我們說什麼遊戲呢? 今天我們說夢境 這遊戲叫Dreamscape Dreamscape 不是Scape遊戲 這遊戲是一隻Europe的跑分遊戲 塑造你的夢境空間 沒錯 這遊戲是怎樣玩的呢? 這遊戲是跑分遊戲 這遊戲是玩六個彎 每個彎我們就是 很簡單 一開始是解決一些東西 補一些夢的碎片 然後我們就是 第二步就是可以走你的人 我們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是夢遊 我們就有四個行動點 我們其實很簡單 你走一步就是一個行動點 你拿一塊夢的碎片 就有一個行動點 那你四步就完了 但它的有趣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每個夢境裡面 開頭有一個key 有一個key movement 就是鑰匙 所以它可以 因為我只有四個行動 可能會走得很慢 但如果你管理得好 有機會可以走到很遠 又順便拿一些東西 而且行動的時候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技能 我們三個行動 就是可以穿地點的技能 所以你走到哪裏 拿些什麼 以及發動什麼技能 其實這裏要考慮 當我大家都走完之後 第二就進入一個 就是我們 拿完那麼多碎片 就是塑造你的夢境空間 那怎樣去做呢? 這個就是可以同步一齊自己做 其實這個世界有三款 這個gym card 你的夢境卡 有不同的難度 你就可以拿著這張卡 一開始要有一張給你 你就可以跟回這個形狀 你能夠組裝的話 就可以分數 而且每一張卡都有一個技能 你一拿一個回來 你就可以放點餅 就可以發動技能 你做完之後 就可以裝上新的 基本上就是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還有一點補充 其實在夢境島 我們會玩六大回合 但是回合中間 其實夢境裡面 放了東西是不會動的 所以到最後 這個就是我們玩完了 可能會組裝到一個很大的 對 我們說過要做的任務 其實就是 它可以有其他東西在 總之可以組裝到一次 看到它這樣就可以 還有另外去做一個人仔 人仔就是要去到 即是要用一些 某些顏色的碟 就可以動它 對 對 其實每個碟都有不同的特技 對 譬如藍色的碟 你每一次走上去就會叮一分 如果你上山 每一次就叮兩分 對 如果去啡色的地方 就會送一步 對 如果綠色的碟 你丟過去就可以生一棵樹 對 那棵樹除了幫你塑造夢境之外 它可以Copy下面的地形 就可以 那一款地形就當作兩款 為什麼有時候要當作兩款呢 原來我們呢 除了我們有自己做夢境單之外 還有一些大單在外面 那麼 這些時候可能有機會 就是鬥某一種的地形 會多一些 或者長一些 所以這棵樹就可以 令你那個大部分會拿到 嗯 沒錯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玩法上沒有了 是 差不多 基本上都走不開了 那麼最後就是最高分贏 就是這樣 是 那 有什麼看法呢 有什麼看法呢 看法就是 我初時看Wulth的時候 覺得 那個遊戲其實 可能有點悶 有些app chat 對 因為其實好像在那裡組裝拼圖 然後拼一下 但是 我發現玩下去是很有味道 嗯 第一個位置就是 在外面走那裡 其實是 不是那麼簡單 說走拿就算 其實有 有很多東西要考量 有些combo 在裡面 對了 剛剛說過 就是會有技能拿東西 還有它的技能 其實是很有趣的 可以 例如 rearrange 那些排列 令你容易拿自己的東西 或者令你 換了那條key 換了那條key 有機會就可以走遠一點 或者有些技能 可以令你 再重造 裡面的空間 方便你去做單 所以你走這裡 有很多東西考慮 而且你最後 停哪個點 都原來有很多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說 你做完單 會抽單 如果停在1號位 你就是1選1 如果停在6號位 你就是6選1 沒錯 所以如果 遊戲去到尾聲的時候 你想彈性一點 容易一點 做到些單 你可能就要去留後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原來做單 你做到有分 你做不到 是會扣5分的 所以 又是manage這個單 又是這個 又要考慮 對 另外 很欣賞它 就是這個夢境 這個位 對 交給你說一下 你都很欣賞 夢境什麼位 這張卡 其實 大家可以看看 這張卡 本身上面 不單是說 那個圖案 其實它是一幅插圖 而這個插圖 竟然是 跟圖案 做出來的圖案 是有關係的 例如這個 就叫 Above the Ocean 下面一堆就是海 也有些 紅樹林 這個就有座很高的山 所以這裏 是有個 那個意境 那個夢境是出來了 例如這個 這是一個 雙子的 Twin Link 有兩座湖 在高山上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整件事 它不是 亂有一個圖案 在後面 畫一幅畫出來 例如這個 就是 過一個 河界 有一個 海灣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是很有 圖案 很有圖案 然後你把這些 砌砌砌砌 就是你的夢境 或者我們也 不單是夢 就是一個 建造一個公園 或者建造一個 家庭公園 對 因為這裏 這些卡 會導致你 如何砌砌 這個夢境 所以它砌砌砌 不會很雜亂 很奇怪 其實它就是把你這裏的東西 配合起來 就變成了一個 完整的夢境 沒錯 沒錯 還有其實 玩這個位置 原來玩下去 都很有combo 成分 因為你一邊玩的時候 你有機會 穿技能 穿技能 你登記完單之後 你有機會 還有action 又可以再登記單 所以 又有些 短的單 要考慮 有些長的 要考慮 沒錯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整個遊戲 都很好 就是整個 package 無論是它的 presentation 它的機制 它機制上 其實就是 最主要就是這個action point 的 allocation 的方法 然後再加上這個puzzle 的併組 其實這裏拿單 除了做單之外 除了這個set collection 做這個品牌之外 其實它本身的單 上面都有一個 就是叫做 功能可以做 這個是有少少engin的感覺 是 例如 你可以拿多些 補單 那 那個resource 就是end game 有機會 如果你做不到 但是上面也會有一個 位置 讓你買一個不用的碟 除了可以做到它的 function 還可以保持 所以整個 整個 整件事 是緊扣著 是 其實 那個機制 都很精密 而且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很新穎 這個擺盤的配件 其實都很少見 我相信 尤其是還玩3D 它不是單是平面的 所以整個感覺都出來了 但是有沒有什麼彈呢 絕對是有的 我覺得 這個遊戲最大的問題 就是downtown 因為 首先第一 就是 外面這些碟 而你可以看到 每個回合都會補 那補完後 再一次 途中 走完後 其實 其實 相2 相3已經不同了 或者是 想拿東西 或是 轉了 你本身想到的 T 其實你是早想過 過了 那裏 就是 每個人走 都要用很多時間 因為 你不是真的走 4 步 中間 你可以按 3Action 再轉 或是按自己的Action 再移動 所以整個Loop 如果大家分開組,一定會遭遲加影響 就變成一個很高下跨的位置 還有第二個下跨的位置就是選擇這些單位 因為我有機會六抽一 因為這些單位做不到會扣分 做到就很高分 但因為這些公寓和空間 其實不容易改變 就要考慮在這裡的單位之中 究竟怎樣可以用最少的移動 去到下一張單位 要很小心選擇 選擇的時候,其他人不可以做事 因為他一做事動作前面的資料 又不影響你的選擇 所以這個下跨問題也很重 但如果不關心下跨的人 我覺得這個遊戲都非常接近完美 又有親泳,又有機制,又有緊扣 主題亦有特色 所以我覺得各樣其他 除了單單方面,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畫面又漂亮 其實這遊戲還有一個選擇 有一個惡夢模式 這個惡夢模式就是 你怎樣跟這個惡夢去相處 惡夢有時就很難避免 會令到你這個世界再多的紅色碟 這隻人就會走來走去 如果你撞中他,有機會會吃到紅色碟 紅色碟會放在鏡頭上 會阻礙你,走上去又會扣分 很慘的 但如果你有機會存到三隻的話 你就可以變成一件好事 會把新的地形出來 但要儲存三隻又不算容易 你可能之前會儲存 因為你最後不能儲存 你不能儲存 你可能要儲存三隻先 你可能要放在鏡頭上 先吃著 再用這些方法再彈上手 才可以清除惡夢 所以有些選擇再加進去 令遊戲的深度更高 這個是Base Game 已經有跟進去的廣角 很有趣 但我覺得第一次玩都很遲 不要加好一點 爽快一點 可以這樣做 因為會阻礙人 你想去哪裏 我會卡住你 沒錯 那就是這點 我想回答另一個方法 其實這遊戲的重玩性都很強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每一次想做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些不同 你不是每一次的部分 因為這裏基本上是一個loop 不是一個loop 其實有很多東西 就是要看你的資源想要什麼 看你想做什麼 所以其實是每一次玩 要看你想砌的東西 和拿回你的東西 已經很不同 我覺得是 我是很樂意玩第二次來三次 砌不同的 再加上第二個重玩性 就是它有一個Spanion 還有其實艾森會場 這遊戲本身是Kickstart的 我們在艾森會場上 為何會找它 因為我們那時候Kickstart都沒有留意 原因是因為它在排行榜 脊皮榜上升得很高 結果我們有一天去了 它只剩下幾盒 它介紹完 剛才的簡單介紹完 就是我們很喜歡 但是它還有三四盒的expansion 都是進入了頭100名 可能有人幫它按票 但是也很厲害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已經有中文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就是Dreamscape 有什麼補充嗎? 策略和畫面並重的遊戲 謝謝大家 拜拜